大家好我是飞龙 大家我们开始今天3月22号的复杂 可言第一步呢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相关的这两个主件 今天市场最高的呢 增加到涨跌满高度呢 增加到五板的一个高度 并且还有三个五板 从这方面来看的话 从集合金价开始的情况下 整体市场整体的一个整个情绪呢 就比较高 就比较高 四进五的像这个顺博 以及这个顺控 连续两个都是非常强势 最强势的一个一字平板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起表现的时候呢 整个市场的情绪呢 都比较抗赛 那么第二个聊一下市场主线吧 目前市场最大的 或者说最强的一个主线呢 还是围绕着碳中和来展开 无论是差不多炒了一个多月了 每次以为这个板块要熄火的时候 要进行调整 调整的时候呢 又给什么 又给表现起来 所以说今天整个碳中和板块呢 又爆发了一个什么 又爆发了一个 整个板块涨幅呢 差不多是二个价 差不多三十家左右 所以说这个板块的一个预期呢 一直比较强 再加上今天 今天的一个像老龙头 包括这个中台 中台技能 包括这个华银也上满了 新的像这个长元啊 包括顺博啊 等等也都什么 也都比较 所以说这个方向呢 继续什么 继续关注 然后重点可以关注一个什么 参股的 参股碳交易所的 因为包括长元 包括华银 包括深圳 他们都是参股交易所 碳白黄交易所这个概念 所以说这个方向呢 可以重点关注 另外一个板块呢 是这个次行板块 次行板块可以说是什么 今天继续打爆发 包括这两个次行短停板 包括这个20厘米的 这两个也是长停板 所以说次行这个板块呢 也是有比较大的预期 我前面也已经给大家说过次行的什么 次行的四个逻辑 然后这一波次行的行情呢 我们应该是属于相对把握比较早的 在上周四上周五的时候 已经发视频和大家重点强调 强调了次行的一个逻辑 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德库 也是我们六个金花里面的一个掌机板 这个是关于次行板块的 如果没有看到这个次行相关内参的朋友呢 那么后面的朋友呢 也可以什么也可以私信三个六继续领取一下 然后继续我们再来说一下其他的板块 其他的板块可能说就没有太多好说的 主要的一个是这个探中和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次行 很多的股票是什么 我两个概念同时有 包括今天掌停的冠中跟德库 我既有次行 我又有什么 又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探中和 他能够获得双向的一个加持 第二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掌停相关数据 今天掌停说过 掌停相关数据又爆发了一个 爆发了一个新高83加 炸板力又创了一个新低 这个从刚才已经说了 从早盘特金亚开始的时候 两个一次板的时候 就已经表现出来比较强势的这种走势 最后的情况下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指硕 指硕的走势呢 三个字超语期 为什么呢 指硕本身的一个走势 在这个位置 本身的一个走势 大家预期的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二次探底 结果这个上周五刚探了一下 今天又给又给又给起来了 所以说指硕本身的一个走势呢 还是这个比较超预期的一个什么 超预期的一个强势 那么第二点 如果你强势一天没有问题 你如果继续在网上强势 面临什么 面临第一次探底反弹的一个什么 反弹的一个高点 反弹的一个阻力位 所以说接下来指硕并没有什么 并没有太强的一个预期 我前面也和大家说了 接下来指硕整体的一个走势 应该是什么 以这个摩底走势为主 就类似于这种 然后呢 然后是什么 量也是逐渐缩量 缩量之后呢 然后是重新选择方向的一个过程 所以说这个是关于指硕 指硕并没有太多需要好担心的 哪怕刹跌呢 前面刹跌过了 力度也不会特别强 重点还是什么 重点还是这个题材方向 资金流向 资金流向这一块呢 重点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这个碳中和 碳中和加什么 碳中和加次行 这两方向呢 值得这个重点留意的 好 以上是今天的赋法 等大家跟听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